秦始皇统一六国时,世界各国都在干什么,看到日本时,请先憋住笑,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不少胸怀大志的帝王,也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,国家才得以变得更加强盛,而中华文明也才得以进步,尤其以秦始皇为例,当他首次将六国统一以后,中国才正式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,让中华文明以全新的方式不断传承,尽管人们至今仍然对他争论不休, 但他的历史功绩绝对不容置疑,那么秦始皇当初统一中国的时候,其他的国家又在做什么呢? 秦朝的那些事,秦人的先祖营姓不足,早在商朝时期就出现了,他们当时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,后来秦妃子因为养马技术非常好,得到了周天子赞赏,被封为附庸国,如此有了秦营这个部落,公元前821年,秦庄公带领大军击败了西戎,因为有了土地, 所以他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,西周灭亡时,因为秦湘公保护有力,再加上又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,所以他被被封为诸侯,这便是历史上的湘公立国,秦穆公时期又凭借武力称霸西戎, 成为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,只是,此后的秦国迅速衰落,直至孝公时期才开始崛起,当时,秦国经历了商样变法,废除景田制度,大力奖励更战等,使得秦国经济,军事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,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,秦国建国到秦始皇时期,经历800多年的奋斗拼搏, 其间连续出了六代明军,加上名将的辅佐,最终通过商样变法,才让秦国有了和六国叫板的资本,秦始皇凭借祖宗积累的基业武力,统一了六国,之后统一文字,统一度量衡,统一货币,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,让华夏大帝真正的实现统一,开辟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,而这种制度更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,这让华夏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一直领先世界, 所以说它是绝对的千古一帝,那么这个时候世界各国都在做什么呢?亚洲,印度的佛教兴起与传播,当秦始皇统一六国时,亚洲的政治格局也正处于一个多元的时期,亚洲西部的波斯帝国已经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,成为了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。 但也在亚历山大死后,分裂为塞柳古王朝和帕提亚王国等小国,亚洲东部的中国,已经由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统,建立了秦朝,但也在秦始皇死后,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战争等动乱, 亚洲南部的印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,而是由许多大小王国和部落组成,其中最强大的是孔雀王朝,它控制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,但也不断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和挑战,印度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色,主要体现在宗教方面,尤其是佛教的兴起和传播。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,其历史也相对悠久,当然,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,印度也只是恒河流域的一个流域文明,疆域面积也没有中国这样庞大,再加上各地分庭抗礼,统一的观念在这样的地区并未形成,甚至我们翻阅历史典籍,圣唐时期,国家出动五十万的兵力,便可以将印度这个区域的文明消灭。 足以可见,印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,其落后程度可想而知,非洲中西部,一片刀羹火重,别以为古埃及的文明这么厉害,此时的非洲也是分裂混战的时期。 人们也是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,亚素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古代马其顿等都先后征服了古埃及,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、公元前六世纪,加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,并控制了北非的大部分菲尼基人殖民地, 与此同时,加太基一向西地中海进发,占领了西班牙南部海岸及其附近岛屿,撒丁岛,科西加岛及西西里岛西部等,开始称霸西地中海,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,非洲的中西部地区还是一片刀羹火重的时期,欧洲四分五裂,嬴政统一六国纳伙。 欧洲那边可真是闹得不亦乐乎啊,你想想,那时候的欧洲就跟咱们村里的小孩子们抢堂吃似的,各个城邦和部落都在为了地盘和资源打得不可开交,罗马那帮哥们倒是挺牛的,他们跟加太基干了几仗,最后还把加太基给灭了,搞得自己地盘越来越大,都快成欧洲的小霸王了。 可除了罗马,欧洲其他地方还是乱糟糟的,就跟咱们小时候村里的大人们吵架一样,谁也不服谁,整天嚷嚷个不停,亚历山大帝国是对当时欧洲马其顿帝国的尊称。 由著名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创建,是历史上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第二个帝跨亚欧非三州的帝国,公元323年,亚历山大在筹备远征阿拉伯半岛时,突然病亡,由于死亡来得太突然,没有指名继承人,导致帝国内引发激烈的争权斗争。 最终,强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分裂成三足鼎立的局面,在欧洲、非洲和亚洲分别建立了马其顿王国、托勒密王国和塞柳谷王国,公元前223年,继承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正处于安提科王朝时期,国王为安提科三世。 他预谋吞并城邦时代的希腊,有名的斯巴达勇士,就属于当时的斯巴达城邦,美洲大陆,美洲大陆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发展,与日本人的状态差不多,几乎就是部落群居的生活状况,有传闻是商朝的一些人在移民的过程中辗转达到了美洲大陆,从此定居。 再有就是当时的美洲土著,类似印第安人之类的,这时的美洲大陆反正是极其落后的非文明时期,直到公元1492年,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,欧洲人口持续不断地向美洲迁移,掀起了人类迁移史上的第三次高潮。 日本,弥生时代的农耕与铁器,日本人那会在干嘛呢,这就比较搞笑了,他们过着原始的生活,住草棚,穿草裙,什么文化都没有,要不是秦朝有人去了日本,带去了文明,不知道他们要过多久才能发展起来,秦始皇喜欢炼丹,毕生最大的追求,就是得到永生,于是他便寻天下方式,让他们出海,为自己寻仙,其中一个叫徐福的最会骗人,他第一次出海,空着两手回来, 怕秦始皇责罚他,便谎称海中有巨大的怪兽,阻挡了他的脚步,但是仙山他的确找到了,秦始皇一听高兴了,再给徐福造了艘大船,又配上三千同男同女和一大堆粮食,让他再去仙山求仙人赐药,这次徐福没法再编了,欺君知罪,他承受不起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带着这些东西飘过了海洋,来到日本,按照汉书的记载,在秦汉移民没有到达日本之前,日本原住民的生活非常落, 不会纺织,不会种植农作物,似乎还生活在原始时代,换句话说,原住民们还身穿动物皮毛,平时靠打猎为生,没有国家,没有军队,甚至连奴隶制度都没有建立, 因此,此时的日本被称为弥生时代,作所在周,文明的发展一定遵循着一定的顺序,比如原始的群居社会,然后发展到奴隶制度社会,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等等,如果从发展阶段来说,那么就分成原始文明阶段,农业文明阶段,以及后来的工业文明等,所以可以得出结论,若不是秦汉时期汉人的移民,日本可能一直保持在原始文明的状态, 罗马共和国,罗马共和国政体的正式名称叫做元老院和罗马人民,元老院由贵族组成,掌握着国家的实权。 而罗马人民,经过平民运动的不懈抗争,获得了选举保民官员,以及召开平民大会的权利,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,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,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,从临近的国家到希腊的城邦,罗马一步步成为了地中海霸主,并开始控制整个希腊, 公元前221年,迦太基的汉尼拔发动了第二次步逆战争,六万大军翻过阿尔卑斯山脉,长驱直入罗马,罗马则用了一招唯卫救赵,出兵迦太基本土。 最后,罗马共和国征服迦太基,迦太基丧失了所有的海外领地,并向战胜国罗马赔款。 总的来说,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,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都处在混战,割据的状态,这使得中国最先形成了稳定的大统一文化,为后来历史上,中国一直能够维持基本的统一,提供了先天性的条件。 秦始皇统一六国,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,也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 在那个时期,世界各国都在为各自的未来努力,而中国则在秦始皇的领导下,迈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。 当我们回顾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程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崛起,更是一个民族的坚韧和智慧的结晶。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,只有保持团结,奋发向前,我们才能书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,让我们携手共进,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